總統的研究 今天來到淡水的勝約和台客 參加大學生公共事務論壇 表情是總統是都問問題 這次的意思是問白蘭問題 總統對最近很熱的一個國公酒華的開發 恰花水 還有市場是不是要毀掉這三個中台議題 他是來問大學生的意見 了解應對國內的中台公共事務的看法 但是他跟總統這麼健康的大學生是很開心 來到大學後方跟一百多歲的年輕學生 進行公共事務的體驗 馬總統做了第一名 第一名要求求這些大學生 在現在熱門的公共議題 了解到底有多少 國光實話 有沒有什麼看法 國光實話 我很少在follow時事 他們會關心的國公酒華開發案 很多學生沒有了解 但這到底是重大的公共議題 馬總統還是想要聽現在學生的意見 剛才環保已經整理很多年 市場準題問題 總統依導票方式問題 是不是暫行會讀市場 結果大部分人要是試反對意見 我們現在這幾十年來 都有死刑 但你覺得有沒有減少呢 也還好 最近在你懷疑重新通貨 扯花稅 比政府看著是 那些第一期 幫第三代表的重要情緒 學生以什麼態度來 看待馬總統也很關心 如果是針對 是針對 如果這樣那種 需要說一些 有錢人的話 是不錯 只是就針對小市民 可能就比較 怎麼講 比較不好 掌對最近三大共用議題 總統將大家經常看著這期 歡迎現代年輕的學生看法 馬總統強調希望 學生會經常看著這期 已經到晚 或學生嚴重關心社會共用事物 記者 總括報道